那年青涩时,岁月正匆匆,认识绿女士在江边的芦苇当山处的一个湖畔,这地方很近,听不到外面的喧嚣,被一片碧绿拥抱着,芦苇花开的阵望,倒影在水里,有许多水鸟游异其中,木河滔滔尝到这儿来。 但是,有一天她走了,飞过着矮矮的绿,到了另一个听说是岔子烟红的地方,然而我却无法忘记那些往事,仿佛她依然蹲在湖边细水,水中而捡了我一脸,亮亮的,还有她那欢快的笑声,像震入玉盘的珍珠,回荡在湖上空,忧伤的琴弦随着往事而跳动,一曲终了,忽然听到一阵压抑的冲气声, 我一惊,赶紧站起来,谁,触起声音又,顺着声音觅去,一起演小的绿色身影,从湖畔的一座芦苇中闪出,一挥手,然后张黄的消失在芦苇的另一处,那是一张离花带泪的交情面容,我的心舒然一颤,一连几天,那影子老总是晃荡在我演技,却没有再出现在湖边,而我的琴声依然是哀愁和低沉。 这天中午,空中飞起了细雨,当我打着伞去了那儿后,军寻的目光突然凝制住,还是那丛颅尾旁,它呆绿在那儿,头发,衣服上落满了茸茸的雨雾,双眼钉钉,地望着湖中的水鸟入神,我顿感热血沸腾,悄悄地走过去,一种力量驱使我无声地用伞将它罩住。 她惊觉了,抬起头刺是望着我,一眼的游戏和孤独,我的心在一次因她而颤抖。 谢谢,她轻声地说,回去吧,学会爱惜自己。 我把伞地到她面前,她迟疑了一下,伸手接住了,我转身离去,细雨飞飞,打湿我的头发,打湿我的衣衫。 我却感到很惬意,有一首温满的小尸,在我的心天里流淌。 第二天午后,不约而同,还是那个湖畔,她会来,我会去,因为她要还我伞。 对不起,那天,我有些失踩,她把伞递给我,羞涩地说,目光如湖水般清澈。 没事,该哭的时候放声哭,该笑的时候大声笑,人生虚简单,何必谦谦节? 你叫什么名字? 绿女,绿女,我明是她一身绿色的衣服,不由得想到了涛涛,她喜欢穿一身火一样的红,正如她跃动着的青春。 你在想什么? 没有,我回忆的思绪戛然而止,常来这儿吗? 也不是常来,但是喜欢这个地方,宁静,干净,像是远离了城市的烦扰,黄昏尖临,回去吧。 刚下过雨,地面很潮湿,以后别一人来这儿发呆。 她听嗯一声,看我一眼,有一丝感激,事实上,再不会是她或是我一人来这儿了,以后我们总是如约而止,共享这份宁静。 她很少说话,总喜欢静静坐在那儿,双手搂着膝,侧着头听我说话,样子纯美可爱,但每逢我转头看她时,她的目光却一闪而过肉像湖面,脸颊红通通的。 这一天的黄昏格外美,天边的云霞如火烧一般,绚丽与你,到硬湖中,水天一色,我们沉迷于这种天然的美景之中。 她,很好吗? 她突然问道,声音轻柔。 谁?我忽然醒悟了,你的吉他是为她而弹奏的,声音依然轻轻柔柔,我们给正湖取个名字吧,你看取个什么名字好,我预转一话题。 不知道,她浅笑着,摇摇头,宁闭狐,怎么样,我看着狐念,兴致勃勃,你,和她共同取的吗? 她一定是看到了盯着她的目光中闪过的犀利,赶紧惶恐的道歉,就当我什么都没说,对不起,我有些欠然,收回了眼中的犀利,轻声说道,这是我最近才想好的名字。 你看,这笔蓝的天,绿水绿草还有还有你这个绿衣人,这不叫名闭狐呢? 她笑了,害羞的低下头,一阵微风略过,她,是个不错的女孩,我语气平缓,一是没缘分,二是我不够优秀,三是我们都不是彼此的菜,我故作轻松的咧嘴一笑,其实心里隐隐作痛,她有些惊恶的看我一眼, 看,你看天边那朵云,多像一颗巨大的蘑菇,她抬起头望着遥远的天际,眼里是沉醉的目光,是啊,多像一颗巨大的蘑菇,不暗暗感叹她的善解人一颗聪颖,霞光照在她娇俏的脸上,是那么的柔美,人生俱散总是难以预期。 一日父亲对我说,和杨叔说好了,去她在深圳的公司做事,当我去湖边向绿女辞行时,一连几天她都没有来,我有些怅然若失的上路了,一月的特区快节奏生活并没有使我忘却那一声绿,那一句浅浅的响,还有那唇如湖水的目光。 一日,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,一手白鸡翼的长相思,便水流,刺水流,溜到广州古渡头,吴山点点筹,死悠悠,喷悠悠,喷到归时方时休,月明人一楼,短信后面署名,绿女。 短信无回复,手机拨号过去确实关机,一零几天都至如此,我没有心思上班,没有心思睡觉,我不停地拨打那个, 给我短信的号码,我对姚叔说要回去一趟,姚叔说,才来几天又想回去,我把和绿女的故事告诉了她。 回去吧,不要辜负了人家,姚叔爽快地答应了,人家女娃眼皮薄,还主动给你发短信,你一男娃娃不能更主动一点吗? 回去最好把婚定了,把大女娃带来一起在这上班,免得以后店面翻天两头往老家跑,订婚,订婚,我和绿女订婚,如果有人问我愿意吗? 我的回答当然是我愿意,我愿意,但是,我和绿女好像还没走到那一步,我主动一点吗? 我试得主动一点,不然怎么带着绿女一起走呢? 但是,那样的话我就显得没那么糊了,嘿嘿,虽然只是离开家乡一个多月,却仿佛是作别了多年。 当一脚踏上家乡的泥土,当一眼看见家乡的草木,那种豁然,那种温暖,就如春风一般在心中倒样。 不打那个号码,依然还是关机,我直奔凝壁湖。 当我看到绿女时,顿时呆住了,一月不见,绿女却是面容憔悴,失神的双眼正凝视着湖中盈然自得的水鸟,丝毫没有注意到,我隐喻在她身后。 绿女,我身严轻得不能再轻,我怕吓到她,啊,她依然被我惊吓到了,猛的抬头,一见是我,刹尸脸上涌起欣喜的潮红,一下子站起身小鸟头铃般扑入我怀里。 我为了好大劲,才打听到你,她哽咽着,对不起,绿女,我尖色的说,我走之前来这里向你辞行,可那几天你却一直没来。 我伸手疼爱的抚摸她的双肩,她却触电般的想跳离开去,我双手一下圈住她,你不要逃,我不会让你逃开的。 她看我一眼,脸红扑扑的,不再动,乖乖的靠在我怀里,那几天我病了。 哦,要是当初我问,那你的住址就好了,我就可以去你家里找你,我内心在骂自己那喜欢装库的病样。 我忍不住给你发信息了,你的信息我看到了,但是我害怕,绿女的头埋在我胸前。 所以,我白天会关机,半夜打开手机看有没有你的信息。 我突然羞困难当,我那几天只顾不打她的手机号,竟然没有再给她发短信,我能解释什么吗? 不能,我只是轻轻的将她再拥抱紧一点,她没有再挣扎,小手不由自主紧紧抓住我的衣服。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,但我爸说你会回来的,他说喜欢装库的男人其实内心很柔软,他竟然在我怀里怯怯的笑。 我那脆弱的伪装被他老爸一句话给撕破了,这应该是个非常睿智的男人,你爸知道? 嗯,我知道的老爸都知道,我是我爸的乖乖女,后面一句充满了局促不安,生情如同闻影,老爸叫你去我们家做客。 我知道,他是怕我拒绝,所以说得那么轻,但我怎会拒绝?就算装酷,我也不会把自己装到傻小子一个吧? 我捧着他的脸庞,看着他,他的眼里充满羞和欲惊恐,我才不管,在他的额头上狠狠的亲了一口,他望着我,目光中没有了惊恐。 那如湖水般清澈干净的双眼中,只是洋溢着甜蜜,甜蜜地接受着我看着他柔软而温情的目光。 灵壁湖的美景令我们陶醉,或许,我们的柔情秘义,亦让灵壁湖陶醉。 是吗?应该是,不是才怪,世间的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,都是有灵性的,有灵性就会有情感的。 你认为是这样吗?反正我认为是,所以你怎么认为对我而言不重要? 我和绿女订婚了,爸爸说你是个好小子,我们坐在湖畔,他已在我身边,轻轻地说,从他甜美喜悦的目光中,我看到了他内心里洋溢着满满的甜蜜,是吗? 你认为呢?我笑着逗他,是个坏蛋,最好最好的坏蛋,他窃窃一笑,脸上又飞起一片红巢,我一定做一个最好最好的坏蛋。 我拉过他的手握在手里,他抬起头,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,像顾名是,眼里没有高辣的天空,没有低海的芦苇,没有低绿的湖水,只有彼此,嗯,只有彼此,爱情就是这么崇高,就是这么纯粹,就是这么唯一,容不得任何与爱情无关的杂志。 杨叔来电催我去公司,我问绿女愿意跟我一起去步,他说愿意,跟你去哪里都愿意,那你去跟老爸说,只要老爸同意,你就带我走。 绿女的父亲没有同意,我信信然被与绿女,依依稀逼睡了深圳,临情前绿女的父亲和我第一次谈话,让我一直琢磨不透。 当你为他做出了牺牲,你,会怨我们吗? 不会,爱情本身就是包容和付出组成的,只要能让绿女快乐,做出任何牺牲我都心甘情愿。 谢谢你,即使,绿女的父亲面生感激,我就这么一个女儿,我所有的努力,就是让她每一天都能快乐。 绿女非常喜欢你,你也是她第一个喜欢的男孩,好好待她,真心待她,我会的,我当然会的,她是那么的乖巧啊。 她是那么的煞结人意,我总觉得绿女的父亲话里又话,但我却没有想太多。 当有一天我醒悟之时,以悔之万疑,但我并没有冤恨她们,我只是恨我太笨,没有捂住绿女,她父亲话里的含义,没有给绿女更多一点的快乐。 收到绿女的短信,是我每一天,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光。 我工作的时候,她从不打扰,只要我给她一条短信,我下班了,她的短信就会马上飞过来,然后就是我们的短信热聊。 到休息时间,她会叫我我赶紧休息,并并助我好好工作。 嗯,就凭这一点,我相信她确实是个乖乖女,绿女的爸是个优秀睿智成功的男人。 在她父亲面前,我只得仰视,而且有些自卑,但我年轻,有着出生牛犊不怕糊涂的劲头。 所以,我必须补力地工作,等到有一天绿女她爸,可以放心地把绿女交给我,让我把绿女带走。 人生经过付出才会有回报,我的努力没有白费,被提升为公司经理的助理。 妖叔说,要有雄心坐到经理的位置上去,我话笑着说,小看你侄儿。 嗯,妖叔惊讶地看着我,转而目光中充满赞学,对我竖起大拇指。 男人吗,没点野心怎么行,下班了,我都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绿女,把短信来里挡好的几个刺山了,直接拨号过去。 妻子,接听手机的是绿女的父亲,叔,绿女呢? 我有些奇怪,绿女她住院了,我听到绿女父亲正业的声音,叔叔,您别急,绿女她怎么了? 绿女的爸爸竟然哭了,可笑绿女的病情一定很严重,但我不愿去往外的方面想,我在心里默默地安慰起,绿女会没事的,绿女会没事的。 你回来吧,即使,绿女很想你,她的病很严重,但她不让我告诉你。 我听出绿女父亲要求的语气,叔叔,我回来,我马上回来,我忽然间狂乱起来,内心充满了惶恐。 明天我们出院了,你直接来家里就是,绿女住院竟然有一段时间了,她竟然选择不告诉我,她不想她的病情让我在工作上分心,我混蛋了我。 这段时间我每天只知道忙工作,靠销售,创业绩,每天只是给绿女发短信,竟然二十多天没给她打电话了,我一刻也无法停留,订了第二天回家的飞机票。 给我开门的是绿女的父亲,她憔悴的神色令我难以想象,我的心中生起一种不祥之掌。 即使,回来了,见到我,她幽气的目光,融发起些许欣喜。 绿女她怎么了,我急切地问道,绿女的父亲没有作声,走在前面默默地给我带路。 绿女躺在床上,脸色苍白,闭着双眼,正喃喃地呼唤着我。 即使,即使,宁闭呼,她的母亲坐在床边上垂泪,见我进来,赶紧站起。 即使,一鱼尾巴,一泪水潸然,绿女,绿女,我是即使,即使回来了,我奔过去,心杀时间被一种小东西压着,灭压着,她末地睁开双眼。 但看清我时,一下子想坐起来,但苦与乏力,又突然躺下,我赶紧还抱着她,将她扶起。 即使,真是你,你回来了,她紧紧围着我,别怪我,我不知道我得了这种病。 她虚弱地喘息着,泪水从她悲伤的面颊上不停地滚落。 这不怪你,不怪你,我拥着她,气不成声,你会,好起来的,您闭呼,我们还会去的。 不会的,即使,她困倦地倒在我怀里,闭着的双眼突然睁开,紧抓住我的手,别离开我,即使,我不会的,绿女,再不会,离开你。 绿女开始倒在我怀里休息,时常惊恐地醒来,叫着我的名字,我不停地轻拍着她的后背,轻轻地呼唤着她,让她安下心来。 泪水,不停地从我眼中涌出,流淌在医间上,医生来探过绿女的病情,沉重地摇了摇头。 医生,她究竟怎么了?我生也有些傻呀。 薛宁,你看过吗?医生忧伤地望着我,孩子,给她短暂的快乐,言把,向绿女的父母告辞离去。 我呆住了,猛的楼街绿女,摇抑的抽烟就扯着我的心,那股无法抵约的背痛让我颤抖。 即使,我想,去宁闭湖,醒来的绿女轻轻地说,突然间她黄恐不安了。 即使,不要哭,啊,你不是说,我会,好起来吗? 她抬起冰冷的手,为我颤颤,的是却脸上的泪水,但她闹干涸的眼泪却泛起了泪花。 绿女,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,夜,像死神一样冷冷地躲在屋外。 书,我有个请求,望着沉睡的绿女,我轻声地说,什么请求? 其子,你,当我说出请求之后,两位老人吃惊地盯着我。 书,我曾经对你说过一句话,只要能让绿女快乐,这种牺牲我甘愿去做。 我坚定地说,其子,而老双双老泪纵横,唆呐生生,锣鼓振振,绿女,我们今天结婚,知道吗? 小车缓缓平稳地向前行驶着,我用着换上了婚纱的绿女,让她看两本拉满喜字的结婚证书。 你,你怎么呢?这样,她痴惊地望着我,眼里摇曳着恍然迷离的目光。 你不愿意嫁给我吗?我的心在流血,只有我知道,我愿意,我愿意。 她伸手捂住我的嘴。 可是,没有可是,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。 医生说你会好的,我使劲地挤出一丝笑脸。 对不起,绿女,这是我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对你撒谎。 我忍住欲蹦出眼眶的泪水,心中默默地道歉。 绿女,你听到了我线碎的声音吗? 真的吗? 其子,她一下摟住我的脖子,面颊红扑扑的,眼中闪着幸福的泪花。 是真的,而且,我们的婚礼就在宁碧湖举行。 太好了,其子,她将头埋在我胸前,羞涩地说,我以为我会死去。 现在,不会了,我要给你生好几个孩子。 谢谢你,绿女,泪水一下从我的眼中抱拥而出,我赶紧侧头在衣袖上试去。 入冬的宁碧湖已经有些萧条了,鹿尾虫碧绿的叶子已经变得枯黄,只有狠手的叶片还残留着一丝绿意。 宁碧湖,宁碧湖,多么迷人又多么苍凉的宁碧湖啊。 我抱着绿女,走向宁碧湖看。 其子,我好冷,好怕,我,突然间,她抓住我的手舒然无力地垂下。 索奈罗骨一下哑言无声,四周一片沉寂,吹啊,敲啊,我转过头,私生的吼道,放鞭炮。 鞭炮声中,索奈罗骨声高抗而起,宁碧湖被一种悲壮震撼着,惊得水鸟冲天而起,盘旋不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